萨鼎鼎阿姨被狗哥淘汰了 在第五期《我是唱作人》里面 萨鼎鼎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虽然说狗哥我觉得他表现只能说是正常 但是狗哥他是一个压仓史 有狗哥在的这种音乐综艺节目才够味儿 才够有底气嘛 毕竟狗哥也是教父级人物对吧 说唱界的 陈冠希老师都说是 狗哥你已经是教父级人物了 你已经是说唱界的态斗了 所以狗哥他是有思想的 他是有大局意识的 他是有全局观念的 他是有生态思维的 我觉得狗哥他在就好 他的表现不会差 他可能不会像九局下班 或者wake up wake up那种很酷早年的那些 很真很造 这个很酷对吧 很屌的那些东西 那那那他毕竟也不是青春期了 他毕竟也不是那个荷尔蒙喷脏时代了 那他现在展现出的就是这么一个 一种稳稳的实力 所以我觉得狗哥可以 他没有问题 我觉得狗哥选择煞鼎鼎 他还是蛮坏的 你说狗哥跟谁搭配不好 他非得要跟煞鼎鼎搭 你说狗哥跟王元搭也是很萌的 对吧 他跟毛不易跟曾益可跟凉薄搭他都不尬 就是即使尬也不是那么大尬 那么他跟萨鼎鼎一搭 那这个简直是尬的尬到天际了 尬到银河了 对吧 那在家 因为萨鼎鼎阿姨呢 她是以仙气 非常非常浓的仙气 这种仙气 本来跟狗哥是完全两个宇宙 他们完全是两个平行宇宙 发生了某种时空错乱 给碰到了一起 我觉得这个也是狗哥挑选萨鼎鼎的原因 但是你别说人家萨鼎鼎阿姨 虽然是国家队 但是她在节目里面人家说的是 哎呀 这个狗热狗是音乐的前辈嘛 你看萨鼎鼎很会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晚辈 也有可能是晚辈吧 但是萨鼎鼎背后所透露出来的那种国家队的气质 和那种世界音乐 对吧 那种先锋倒鼓 那么一种 这是让我想起了这个有的人说 这个北京朝阳区有十万个人波切 但这有点夸张 但是她从某种角度里面透露出了 过去这些年 这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流行文化 中国的音乐圈娱乐圈 过度的佛系 那么如果没有互联网冲击的话 我们真的就只能消费萨鼎鼎这样的音乐了 就是把自己的就所谓的越是世界的就是越是民主的越是民主的就越是世界的 把这个global 和 local localization 和 globalization 就全球性和本土性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沙鼎鼎的一个标签 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民族风 有民族性的世界风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音乐已经演化到了 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这种多元文化 多元主义的这个时代 已经被网络的这个碎片化 数据化 流量化 然后人工智能化 赛博格化 科幻化 全部用摩尔定律的方式 用指数思维的方式 在快速的击碎过去的所有的这些章法 这些套路 所以沙鼎鼎阿姨呢 在这个残酷的这个音乐丛林当中啊 现在 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和危机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 沙鼎鼎阿姨做出非常重大的改变 我觉得她还是她那一套 我也反而觉得狗哥 虽然这个表现的只能说是一般 但是她的这个跟沙鼎鼎的拼贴 这个是一百分 她的这个选择 就是最酷的一个表演 很酷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